好 觀眾 帶來關心到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今天來到了港湖區掃街 那麼一早呢 他第一個行程就是到 七三七的市場這邊來和 攤箱握手敗票 來看一下現場最新 可以看到呢 他是經過了每個攤箱 那很多攤販呢 都跟他熱情的握手 但是年齡屋還不斷的送他東西 希望他能夠在年底順利當選 而這裡呢 其實被視為是 黃珊珊的本命區 因為他長期是擔任了港湖區的議員 那麼過去呢 這裡也被視為是 藍營跳槽 不過近年來啊 可以看到 其實近年來的 得票率來看呢 其實藍營在內湖區 其實已經沒有以往的得票率高了 因此呢 在今年年底的 民進黨也認為其實重中之重呢 內湖區也被視為 是民進黨在台北市選戰 最著力的地區 而這裡呢 其實也是港湖區 女生也就是民進黨立委 高嘉瑜的選區 那麼呢 今天其實原本兩個行程 預計呢 他會出現在第一個行程 那麼等一下呢 在737市場之後 就結束 還會到西湖市場 而西湖市場呢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有可能現身 也就是象徵著 民進黨在內湖 港湖區 大發展的戰線 我們今天就在現場最新 將進的交給唐美主播 那裡取決嗎 謝謝 謝謝